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我是她的办公室助理 俗称秘书 是不是觉得我俩可能会发生点啥 不瞒你说 入职时我也是这样想的 然而刚工作三个月 我美丽大方 善解人意的秘书人设还没立好 一生晴天霹雳 公司破产了 我失业了 老板变成穷光蛋了 这个穷光蛋 是字面意义上的穷光蛋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失业第七天 我约了中介看房 准备换个便宜的地方住 中介打电话催我 这房还有个租客来看 穷抠搜的 老问能不能便宜点 你赶紧过来 我好把他打发走 有人要给我抢房 这可不行 我骑着小电驴就出发了 然后等我快马加鞭的到了地方 气喘吁吁的爬到顶楼 挺胸插腰的准备宣示主权时 才发现中介嘴里那个穷抠搜的租客 是我老板 虽说我已经离职 但我是乱乱不敢跟他抢房子的 我尴尬地笑 老板 好巧啊 您要是看上了您就租 我再看看其他的 就在我转身准备离开时 老板叫住了我 夏琳 要一起合租吗 我一愣 小脑瓜快速地旋转 这房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刚好放下一张床的小书房 小书房实在太小 我就算再穷也不想住 于是我果断地开口 我住小的 老板打断我 眼神挑呼不定 像用尽了所有的勇气轻声地问 好吗 我真是个没有原则的眼狗 老板顶着那张帅脸 眼睫半垂 轻声细语的一句好吗 我态度立马180度回旋 猛地点头 好 我发誓在此之前 我绝对没想到老板会穷成这样 在签完合同付完款之后 我清楚地看到银行给他发了条短信 余额0.96元 我俩同事尬住 要说老板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他倾可两声 开始跟我解释他目前的处境 来龙去卖相当复杂 我没听懂 但我很快地抓住了重点 他所有资产都被抵押 还欠了一屁股债 想到他一周前还是个开着卖巴赫的男人 我不禁感慨万千 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老板 你放心 没钱花 我可以先借给你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我此时的爽感 我夏琳不久前还对面前的这个资本家毕恭毕敬 如今就敢拍着他的肩膀说要借他钱 可以说是爽翻了 老板眉头微皱 面色有一丝迟疑 夏琳 我之前有骂过你吗 我一愣陷入沉思 虽说我已经工作了三个月 但他这段时间经常出差 加上他还有其他的私人秘书 我俩相处的时间可以说是屈之可数 所以有 我点头 你说我煮的咖啡难喝 他艰难的开口 还有吗 有 我义愤填膺道 你说我裙子太短了 让我下次穿裤子 老板沉默了 搬进去那天 我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一个单身未婚 貌美如花的年轻女性 怎么能跟异性合租 万一哪天老板狼心大起 对我行不轨之事 就在这时门打开了 老板那张帅脸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帮你搬行李吧 我看着他健硕有力的臂膀 和安全感爆棚的背影 咽了口唾沫 好像也不见得我会吃亏哈 收拾完行李 我发现屋里都是我的东西 老板几乎什么都没有 我不禁疑惑 老板你没有行李吗 他挑没看我 还叫我老板呢 叫我名字 老板叫啥来着 我艰难地开口 许老板用好看的眼睛盯着我 许 许 他的鼻子好挺啊 嘴巴也粉粉的 夏琳 他打断我 你是不是不记得我的名字了 我果断地摇头 当然记得 许老板 老板叫许义 一周前还是十里八乡有名的高富帅 如今却跟我一起 窝居在一套小小的出租房内 银行卡余额仅剩0.96元 很惨 我忍不住心疼了 然后我圣母心泛滥 死活要拉着许义 跟我一起吃饭 他起初还推脱 最后我不由他分说 拍板定案 跑去超市买了一堆食材 晚上我准备大显身手 做一桌好菜 以彰显我贤妻良母的气质 然后我把厨房炸了 从那天起 许义就再也没让我进过厨房 我每天醒来 都能看到 他系着围裙 在厨房忙前忙后的身影 老实说 我是真没得想到他 作为一个前妇人 做饭竟然这么好吃 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在家里游手好闲两周后 我不得不重新开始打工人的生涯 每天早出晚归 辛苦奔波 相比之下 许义的生活状态 却一直保持不变 他很少出门 每天躲在小书房里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经常一个人站着发呆 看起来似乎很迷茫 其实想想也是 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换做是我 可能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了 但我私心又觉得 许义不该过得这么惨 因为我曾隐隐地听说 她的家庭背景并不普通 如果实在撑不下去 或许她还能向家里求助 至于她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我就不得而知了 某天我正在新公司开会 许义给我发了条微信 客厅抽屉里的烟是你的吗 我一愣 我哪来的烟不是我的 那我抽了 抽吧抽吧 可能是前租客留下来的吧 谁知道呢 然后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 电光火时间我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我在顶楼找到了许义 她蹲在阳台边上 脚边已经有了一堆烟地 我走过去 随她一同蹲下 我情绪沉重 眼神忧伤地看着她 抽这么多对身体不好 许义扭过头看我 似乎对我悲伤的情绪 有一丝哑然 几度欲言又止 最终化作一声叹息 我再次开口 有什么心事跟我说 别抽烟了 好不好 那一刻许义愣住了 她紧皱的眉头慢慢地展开 看向我的眼神变得相当柔软 就在她即将开口之时 我打破了这温馨的气氛 我留下两行面条类 这滑子是我买给我爸的 忘送了 你抽没了半条 我的新工作很忙 有事没事就得加班 有时候任务做不完 就得带回家继续 这天晚上我在客厅做报表 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醒来时发现身上多了条毯子 客厅暖色的灯光里 许义坐在我的旁边 正盯着我的电脑屏幕 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 删删剪剪 似乎是在帮我修改问题 见我醒来 她把屏幕转向我 指出报表里的问题 末了又加上一句 你这样做 肯定会被老板骂的 我把视线从屏幕移到 她好看的脸庞上问 如果是你 会骂我吗 会 她回答得相当干脆 但我现在不是你的老板了 气氛安静了几秒 许义 我终于问出了心底的想法 你有想过再做些什么吗 说不定还能东山再起 她愣了一下 避开我的视线苦笑道 夏琳 老板做久了 我已经忘了怎么做普通的工作 我看着她 似乎有些明白她的挣扎 骤然跌落的上位者 再去从事普通人的工作 心里必定会有巨大落差 我沉吟片刻做了一个决定 我仰头看向她轻笑着说 许义过几天就是七夕了 我们一起做一件大事吧 我口中的大事 是只去人民广场摆她 当我把这个计划 说给许义时 她显得有些犹豫 我说 我表姐是开花店的 咱们就去她那里拿货 挣钱不可逞 许义看着我 轻声笑了一下 声音压压的 然后她点了点头 好啊 七夕节那天 许义骑着小电驴 载着爆满鲜花的我 直奔人民广场 我们摆好摊 生意刚刚有起色 夜空就开始落小雨 不大但广场的路人 显著地减少 天宫不作美 我俩把摊挪到了不行街 站在狼烟下躲雨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 我问许义摆摊的感觉怎么样 许义挺好的 比想象中有意思 我又问 但现在我们的生意 遇到了瓶颈 作为一个前老板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许义沉吟片刻 抬头指向 步行街电梯下的钢琴说 带上花 我们去那边 许老板的营销策略 就是在卖花的时候 配上浪漫的BGM 他坐在钢琴前 按响了第一个音符 随之而来的 是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说来有趣 他穿着卫衣 短裤 头发也因为小雨 显得有些凌乱 可我看着他挺直的脊背 以及黑白琴剑上飞舞的食指 竟觉得他满身都是难掩的优雅和贵气 得益于许老板的才艺 逐渐多了不少围观群众 我们的生意也因此好转 最后 踏上的花竟然全给卖完了 我跑到许义旁边语气兴奋 许老板这招厉害 全卖完了 是吗 许义抬头看我语气含笑 夏琳 我送你一个气息礼物吧 我一愣 什么 许义低下头 食指再度翻飞 一段熟悉的旋律随之而来 我第一次听到这么轻快的卡农 他刚刚谈完 雨又开始下起来 并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我拉上他 找了个地方躲雨 抬头看着外面的雨幕 我犹豫了半天还是开口 其实我也有个气息礼物送给你 刚刚卖花的时候 偷偷地留了一朵 说着 我从怀里掏出藏了半天的玫瑰 然后发现花头没了 包装里就剩一根精了 许义在一旁笑出了声 不对呀 花哪儿去了 一定是刚刚跑来石掉了 那这次礼物就算了 下次再 我还没说完 许义就伸手接过了那朵花 他声音含笑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玫瑰花的金 这是个意外 我明天 谢谢 他打断我 夏琳 这是我这段时间以来最开心的时候 雨还在下 我愣愣地看着许义 他眼睛亮亮的 神色飞扬 似乎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意气风发 年少有为的许老板 那晚回去时 我坐在小店里的后座 一只手偷偷地 轻轻地捏住了许义的衣角 夜风拂面 空气里满是雨后泥土的气息 耳边似乎也想起了那首轻快的卡农 当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送了许义一大捧玫瑰花的金 然后我就吓醒了 听到客厅有人敲门 一大早的 这是谁呀 许义好像起床去开门了 我他拉着拖鞋 睡眼轻松地打开卧室门 边往外走边问 许义 谁呀 然后我看到门外站着的人 是我表姐 此刻他震惊的神情 可以用一句歌词来描述 眼睛瞪得像同龄 我觉得他必定是想歪了 因为许义这个混蛋 他大夜的没穿上衣 昨晚表姐问我地址 我还以为他是要给我寄东西 没想到直接杀到了这里 表姐邪魅一笑 不好意思啊 我来的不是时候 你们继续 姐 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表姐道 这次的质量相当不错 许义还在旁边傻站着 我赶紧把他推进屋里 边推边小声地说 穿好衣服再出来 真是的 不守难得 回到门口我再次解释 姐 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们就是 表姐道 吓胖胖 你总是不是就和这个男人一起卖花的 我顿时耿住 表姐瞬间抓住我的犹豫 还说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这又是同居 又是一起栖息卖花 能是什么关系 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合作关系 没错 就是合作关系 合作租房子 合作摆摊赚钱 吓胖胖 你傻了我还没傻 你等着 我这就去给你妈打电话 向她报告你跟人同居的事 等等 我伸手要夺她手机 就在这时书房的门打开了 我和表姐同时转头看去 老板 哦不对 许义 此刻她一身剪裁欲贴的正装 男模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她摸了摸领带 倾壳两绳阔步走来 周身竟是上位者的从容自若 最后她停到我表姐面前 轻笑着伸出手 刚刚不好意思了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你好 我叫许义 是夏琳的合作室友 很高兴认识你 许义身上似乎有一个神奇的胎官 当她穿上一身禁欲正装 面带笑意陈述事情时 根本容不得旁人生意 然后我的表姐 一个巨八卦的女人 竟然就这样相信了她 最后若无其事地离开了 我默瞪狗呆 夏胖胖 她走了 许义站在我身后 别傻愣着了 去吃早饭吧 我浑身一抖 你叫我啥 我听你表姐这么叫你的 许义补充道 还挺可爱 我老脸一红 下意识地回头看她 然后立刻一开视线 你怎么穿得这么正式 想弥补一下 我刚刚光着上身的错误 让你表姐认为我是个正经人 有什么不妥吗 我慌乱地摇头 其实从许义西装革履出现时 我就感觉自己不太对劲了 她现在的样子 好像还是公司没倒闭时 那个运筹帷幄 掌管全局的许老板 而那时的我 还在想着 怎么在她面前 树立温柔大方的秘书人设 我有些尴尬 想回屋里把睡衣换了 低头侧身 从她面前快步地走过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太急了 我脚底一滑 她拉的拖鞋 瞬间飞出老远 眼界我就要表演脾刹了 一双有力的臂膀揽住了我 把我整个人拉进怀里 我大脑当场当机 现在我的后背正紧紧地 贴着许老板坚实的胸膛 跟她预贴 笔挺的西装 严丝合缝 我听到了一声清晰的吞咽声 我几乎能想象到 此刻身后她的样子 扣紧的衬衫领下 性感 凸起的喉结 随吞咽上下滚动 她应该正垂眸盯着我 不知是什么样的眼神 而放在我腰间的手 却丝毫没有要松开的迹象 我脸颊爆红 就在我准备正开时 许义突然低下了头 嘴唇贴近我的耳侧 脸红成这样 她压低的嗓音 沙哑而性感 喜欢我穿西装的样子 面对许老板 撩人而不自知的问句 我下邻 一个滋身眼狗 竟然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我愣了 许义也愣了 然后我才后知后觉的 自己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 趁着许义发愣之际 我果断地正开她的怀抱 火速地跑回卧室 关上门的那一刻 我感觉胸口剧烈的心跳 几乎要冲出胸膛 如果不是我一身睡衣 我几乎有了一种 回到不久前 跟许老板发生了 办公室暧昧逆情的错觉 简直让人上头 整整一天 我都沉浸在早晨朦胧的暧昧中 以至于工作进度 都迟迟没有进展 新公司有个小领导 不知道之前跟许义 有什么私人恩怨 得知我做过许义的秘书后 有事没事就往我们部门跑 端着杯咖啡 敲着二郎腿 坐我工位旁 跟我套近乎 想从我嘴里套出点什么 我就纳了面 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大小伙子 上班时间做什么不好 非得跟我打听许义的事 再说了 我满打满算 给许义只做了三个月的秘书 能了解她多少 下午我躲去卫生间摸鱼 正在隔间里玩手机 突然听到外面有两个姑娘说话 你说 咱们卢总监有没有女朋友啊 她嘴里这个卢总监 就是这几天 总来找我的小领导卢恒 我八卦的小耳朵 立马就竖了起来 我劝你别费什么心思了 另一个姑娘回答 卢总监是单身不假 但是你已经没机会了 为什么 因为坊间盛传 卢总监的取向是 随之而来的 是对方的一声惊呼 不要跟别人说 当然 随着两人的脚步声 逐渐远去 坐在马桶上的我 陷入了沉思 我终于明白了 卢恒跟许义的私人恩怨 原来是这个私人恩怨 最近这几天 许义也开始出门了 我不知道她去忙什么 但她看起来心情还不错 可能破产以后有了新的转机 可我是真的好奇 她跟卢恒有过什么私人恩怨 万一许义的取向也是 所以有天懒饭后 我壮丝无意地提起 许义 你认识卢恒这个人吗 许义一愣抬头看我 卢恒 嗯 认得 我心头一跳面上 却不动声色 很熟吗 算是吧 许义轻笑一下 怎么了 她这一笑 笑得我心惊肉跳 卢恒对她有意思 她提起卢恒 也笑得意味不明 这说明什么 我脑袋炸成了浆糊 盯着许义一句话都说不出 呜呜呜呜 我的心动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吗 连续几天 我都深陷于许义和卢恒 关系不明的悲伤情绪中 从前是卢恒一直有事没事来找我 现在变成我有事没事就盯着她 有一说一 她能力很强 长得也不错 估计也很有钱 简直跟许义是天作之合 我emole了 这种情绪可能会传染 周五那天表姐给我发微信 晚上陪我去唱歌 咋啦 失恋了 我怎么记得她还没谈多久啊 这不是困了就来枕头吗 去 但我低估了我表姐的卖霸体质 预想的两人互诉中肠的场景 变成了我生无可恋的 坐在KTV包厢里 注视着我的傻白甜表姐 用酒精和歌声悼念她这DN段爱情 表姐说 你说我到底哪里不好 她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都挺好的 就是太恋爱恼了 我黏人点不好吗 我不想她跟别的女生说话不行吗 这不是代表我在意她吗 我看她这样 估计我一时半会走不掉了 于是我拿出手机给许一发一条微信 我今天晚点回家 不用等我吃饭了 许一秒回 加班吗 我抬头看向面前哭得晕头转向的表姐 叹了口气 在唱歌 做护花使者 许一没继续追问 而是问我要了地址 然后说 如果特别晚我去接你 我刚想拒绝她又说 我也想做护花使者 我打字的手指猛地顿住 滚烫的温度逐渐爬上脸颊 我在聊天框里删删剪剪 最后回了一个字 然后火速地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 夏琳啊夏琳 赶紧清醒一点 这只是朋友间的关心 你千万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 我出来时 走廊里有人叫我的名字 寻声回头 我就看到了卢衡的脸 卢衡道 好巧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我现在最不想看见的人 就是他 我皮笑若不笑 是啊 卢总监 真巧 卢衡也笑 叫什么卢总监啊 多见外 叫卢衡 我总觉得 他好像把我当成潜在的情敌了 表面上笑脸相迎 背地里磨刀霍霍 我后退一步 我朋友还在等我 夏琳 卢衡笑眯眯地叫我 不然去我们那边坐坐 都是公司的人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直接拒绝确实不好 于是我心一横 跟他走了进去 事实证明 我太单纯了 我进包厢后刚坐下 卢衡挤过来 侧身给我倒酒的空 小声地问我 许一没跟你一起来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卢总监 我真不是您的情敌 我尴尬地微笑 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意思 你俩不是住一起吗 他为什么会知道 难道他在跟踪许一 他对许一的爱 已经扭曲到这种程度了 我微微地后撤 卢总监 我们就是普通的合租室友 哦 我不信 我欲哭无泪 卢衡丝毫没有察觉 我的后退 反倒攻击性十足 颇有几分咬牙切齿的味道 你们在一起了吧 没有 卢衡挑眉 我不信 我的耐心用完了 爱信不信 不信拉倒 我一时没控制住音量 他没有女朋友 你喜欢他 他也喜欢你 话音刚落 整个包厢都安静了 只有伴奏音乐 吵吵嚷嚷嚷 从在场同事震惊的表情中 我意识到 他们听懂了我的意思 卢衡腾了一下站起来 两个耳朵通红 下里你什么意思 我小声的嘟闹 你不是喜欢他吗 卢衡的脸更红了 我是直男 虽然但是 我并不相信 他又补充 许义也是直男 我倒是希望这是真的 可他提起卢衡时的那朵笑意 我保持怀疑 可能是我面上的质疑太过明显 然后这位小伙子 为了证明他的取向 做出了一个脑子有坑的行为 他突然拉住我 在我脸上 不一声 嘟了一大口 我人傻了 我下意识的 就要抬手 对这个死变态重拳出击 但我顿住了 因为包厢的门 不知什么时候被打开了 而门口站着神色阴沉 周身环绕着 极低气压的许义 这一刻我忽略了 许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卢衡看起来很得意 气氛好像相当诡异 等一系列问题 因为许义静止走来 用力地将我拉到身后 挡在卢衡面前 声音冰冷 有意思吗 卢衡挑眉 语气带着戏谑 有意思 不是 这两个人什么情况 在这打雅迷呢 说好的互相喜欢呢 怎么我闻着火药味这么重 难道两人拿的是 相爱相杀的剧本 这时我才意识到 许义穿的是正装 宽阔的身形挡在我面前 格外有安全感 但我还是感受到了 她周身低沉的气压 我轻轻地拽了拽她的衣袖 许义 她像忽然回过神 侧身看向我 给了我一个安定的眼神 没事 然后转向卢衡 她跟别人不一样 你不要动她 说完她拉起我朝外走 许义 卢衡突然叫她 虽然我并不想多管闲事 但你爸让我给你烧个信 她随时等你回家 许义的脚步只是顿了一下 而后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离开前我并没有忘记 把我喝得烂醉如泥的表姐 一起拉上 让我意外的是 许义竟然是开车来的 她的资产不是都被抵押了吗 这辆车哪来的 但我并没有多问 因为自从坐进去后 整个车里都弥漫着冰冷的低气压 我忍不住打破沉默 那个你跟卢衡是 发小 许义反问 你们刚刚发生什么了 啊 我低下头斟酌着字句 我刚刚说你们俩 嗯 互有爱意 许义吃笑一声 掏出一盒薄荷糖 她最近在戒烟 所以身上总带着薄荷糖 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好 因为某些原因 她总是 说到这儿 许义顿了一下 取出一些薄荷糖 扔进嘴里 她好像在生气 因为糖在嘴里 被嚼得咯吱咯吱响 下河绷成一条线 连眼神都灰暗了许多 扮上许义终于再次开口 她总是会抢走 我在意的人 在意的人 她偏头看向我 还有我喜欢女人 这是在暗示我什么吗 我老脸一红 正想访问她什么意思 摊在后座的我表姐 突然弹了起来 我想吐 一阵人羊马翻后 我终于把表姐安全地送回家 满身酒味地坐回车里 刚当的暧昧 早已烟消云散 我正想催促许义赶紧回家 她突然从驾驶座侧身过来 拇指轻轻地按在我的脸颊 她刚刚亲你的这儿 我一愣 这才明白 她说的是颅横 于是犹豫着点了头 是 话音刚落 我明显感到许义的拇指 加重了力气 还亲别的地方了吗 我连大气也不敢喘 没 没有 是吗 她的声音似笑非笑 身形又逼近了一些 眼神逐渐向下 从我的眼睛到鼻尖 最终落在了嘴唇上 我一时肩平住了呼吸 真的 她嗓音压压的 呼吸间满是淡淡的薄荷味 我僵硬地点头 动作幅度极小 因为我们两个人嘴唇之间的距离 近到只要我动作大一点 可能就要亲上的程度 我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可等待我的不是预想的吻 而是许义系上安全带的声音 回家吧 好尴尬 我刚刚是在干嘛 是在等许义闻我吗 顶着一路的尴尬 等到了地方 我赶紧下车 在许义之前回到家 把自己关进了卧室 一阵痛心疾首 夏琳啊夏琳 喝醉的是你表姐 你怎么跟喝高了 脑子不清醒似的 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早 闭上眼满脑子 都是自己傻乎乎地 等许义闻我的场景 一定是我表姐的错 让车厢里都是酒味 这是我一时一乱请你 对 一定是这样 想着想着 我突然听到 外面大门打开的声音 这么晚了 许义出门了 我不放心 给许义发了一条微信 你出门了 嗯 有点事 吵醒你了 没有 其实我很想问她 有什么事 但犹豫半天 还是只回复了一句 路上小心 好 第二天 我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 是我表姐 我迷迷糊糊地接起来 咋啦姐 宿醉不好好睡觉 大早上了有啥事 吓胖胖 完蛋了 我表姐很少用这种语气 跟我说话 我一下就清醒了 咋地了 出啥事了 我昨晚晚上回来 你妈给我打个电话 我不是喝醉酒 脑子不清醒吗 就把你跟那男人同居的事 还有你们俩的住址 都告诉你妈了 卧槽 然后今天早上 你妈好像连夜赶过来了 我疼了一下 就从床上弹起来 顶着激窝头 打开卧室门 客厅一片凝合 没有任何来过人的痕迹 再看手机未接电话 也没有我妈 我松了口气 姐 你是不是做梦呢 依我妈的脾气 这会儿肯定把我手机打爆了 我觉得很真实 应该不是梦 不然你再睡会儿 是不是喝酒喝太多了 出现幻觉了 吓胖胖 我这是担心你 你竟然还怀疑是我的幻觉 算了 我不管了 睡觉了 挂断电话后 我又觉得心里毛毛的 于是给我妈打个电话 准备探探敌情 随着电话里嘟声响起 我突然觉得自己 也出现了幻觉 我怎么好像听见 酒醉的蝴蝶的来电铃声了 就在我不解的 在客厅里转优时 大门打开了 我妈那张笑得像菊花一样的脸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她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呢 因为许一跟在她身后 手里拎着几个袋子 相当绅士地帮她打开了门 数秒的沉默后我开口 妈 我妈笑容满面 哎 不是 您怎么这么开心 就在这时许一上前一步 有点事跟你说 然后把我拉进卧室 我一脸猛逼 许一道 吓胖胖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 别叫我吓胖胖 我一正词言 什么事 许一神色有些严肃 你妈把我当成你男朋友了 我就知道 你没跟她解释吗 解释不清楚 我不解 为什么 许一停顿半上 才一脸不好意思地回答 我开门的时候 没穿上衣 我怀疑许一是故意的 每次开门之前 穿件衣服 有这么难吗 但是她给我的解释是 早晨起来脑袋不太清醒 记不得穿没穿衣服了 我姑且相信了 不过她说得对 这事解释不了 如果告诉我妈 她不是我男朋友 我妈铁定逼着我搬出去 到那时可怜的许老板 会不会露宿街头了 许一盯着我 语气有点可怜巴巴 夏琳 我一时半会儿 可能找不到住宿 要不然咱们先假装情侣吧 我咬咬牙 跺跺脚 答应了她 客厅里 我妈盯着许一傻笑 许一盯着我尬笑 我说 妈 想吃糖醋排骨吗 许一腾了一下站起身 像终于受够了这诡异的氛围 跑野似的跑去了厨房 我去坐 转了一圈 好像意识到没有食材 又开门出去 我去买排骨 她刚离开 我妈立刻拉住我的手 语气兴奋 胖胖 这么好的男人 哪找的 从刚刚 我就打定主意 变一段故事 我说 妈 她是之前公司的老板 公司破产了 欠了一屁股债 按照常理 我妈肯定不希望我和破产的许一一起受苦 肯定会苦口婆心地劝我离开她 我先假装深爱 再逐渐清醒 到许一不需要跟我合租的时候 再跟她和平分手 一切都显得如此合情合理 到那时 胖胖啊 我妈突然开口 许一都跟我说了 她还说 欠款已经还得差不多了 她一定不会让你跟着她吃苦的 所以你可千万别因为这事跟她吵架呀 等等 这剧情是不是不对 妈 你是不是胳膊肘朝外拐了 还有欠款还得差不多了 她哪来的钱 可能是我的表情太过难以置信 我妈只是身边大包小包 你看这些都是许一给我买的 她现在没你想的那么一无所有 更不对了 她不是银行卡余额只有0.96元了吗 如果手里有钱 干嘛还继续跟我合租 我的疑问 根本没机会问出口 因为从许一回来后 我妈就在努力地做一个 促进我们感情更进一步的助攻 比如 许一做饭时 把我往厨房推 再比如 吃饭时一个劲地给我使眼色 用即便压低声音 大家都也能听到的音量暗示我 别光顾着自己吃啊 然后抽抽我的筷子 再抽抽许一的碗 眼睛都要挤抽筋了 我瞄懂 但我无动于衷 我妈急了 一抬脚踩在我脚上 啊 我连忙捂住嘴 怎么了 许一偏头看我 我忙摇头 看着餐桌对面 我妈凶神恶煞的眼神 心一横 加了块排骨 放进许一的碗里 许一愣了一下 停下筷子偏头看向我 四目相对时 我后悔了 作为一个给许一 做了三个月秘书的人 我怎么能忘了 许老板可是个有轻微解脾的人 我拿用过的筷子给她夹菜 不是纯纯地恶心她吗 就在我如坐针毡 如忙刺背 生怕我妈发现 我俩假装情侣之时 许一风轻云淡地 重新拿起筷子 把我夹给她的排骨 咬进嘴里 然后笑了一下 好吃 我妈的嘴角 都快咧到后脑勺了 我忙低下头 试图掩盖自己发烫的脸颊 整整一天 在经历了给许一家菜 坐在她身边 牵了她的手 故意靠在她肩头等种种轻易行为后 我妈这尊大神 她终于准备回家了 我差点留下感动的泪水 送她去车站回来后 我摊在沙发上 小声地跟许一道歉 对不起 给你添麻烦了 我妈她就这样 还有给你家的那块排骨 挺恶心的吧 她站在身后 我不敢看她 许久听到她笑了一声 不很好吃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她说的好吃 似乎带了点暧昧的意味 我脸颊瞬间爆红 那是你厨艺好 是吗 许一把胳膊撑在沙发靠背上 扶下身子慢慢地靠近我 可我怎么觉得 你家丢我的更好吃呢 暧昧达到峰值 我再也坐不住了 连忙站起身 脑子一抽脱口而出 要 要不然 喝 喝点酒 许一似乎相当惊讶 挑眉笑道 好啊 我一定是被我表姐传染了 一定是这样 不然我怎么能想到 跟许一一起喝酒 这么个缓解尴尬的馊主意 毕竟我的酒量 那可是小到感人肺腑的程度 果然刚喝了两罐啤酒 许一就在我面前 表演影子分身术了 我眯着眼大着舌头 你别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许一一愣抬起手 醉了 她温热的指尖 触到我额头上时 一股酥麻的站立席卷全身 我一定是醉了 不然我的脸为什么这么热 她手指微微地用力 我便倒在了身后的沙发上 真醉了呀 许一低沉的声音带着笑意 又有些无奈 酒量这么差 还敢跟别人喝酒 我摇摇头 你不是别人 许一顿了一下 那我是谁 我眨眨眼 你是我老板 她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 可我是你老板了 也不想做你老板了 客厅冷白的灯光 落在她好看的面旁 一双漆黑的眼眸 带着神秘又迷人的色彩 那一刻 一些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 我脱口而出 许一如果我们是真的情侣就好了 整个世界都开始旋转 我看着她 热血继续上头 要不然 我们就在一 她的手指碰到我的嘴唇 我剩下的话语戛然而止 她望着我 弯起了眉眼 这句话让我来说 我平住呼吸 怕任何微小的动静 都会打破这场美梦 然后我看到许一俯下身子 抬手用拇指蹭了蹭我的面甲 笑了起来 她说 夏琳 我们在一起吧 就像一场梦一样 我和许一在一起了 关于搬出去的事 也被她搁置不提了 之后那段时间 我们过得真的很幸福 每天下班回到家 我都能看得 许一在厨房忙忙碌碌的身影 有时她出门忙 我也能等到她的小礼物 或是一束花 或是一份甜点 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有时我看着她 会忽然想到 数月前 我们在公司里 忙忙碌碌的场景 这个我曾经以为 这辈子都不可能靠近的人 有一天 竟然会爱上我 只不过 关于许一的很多事 我还是没来得及了解 以至于卢衡引荐阳阴 给我认识时 我会变得那样 猝不及防 杨盈是许一的青梅竹马 也是一个深爱她的 附加千金 她坐在我面前 轻笑着问我 你就是夏琳吧 她看着我 眼底竟是轻视 那一刻 我突然觉得 有些无促遁形 我钻紧衣袖 是 阿易的事 你都清楚吗 你指的是 想来她也没告诉你 她撩起长发 大logo耳坠 轻轻地摇晃 阿易之前破产 其实很大原因是 她父亲在背后操作 现在 她找到了之前的证据 并重新寻找投资 再跟她父亲对抗 她挑眉看我 我们杨家 就是投资人之一 我强装冷静 杨小姐跟我说 这些做什么 做什么 她笑得甜美 语气却冷得厉害 你到我们家 为什么做这些事 当然是因为 我想嫁点阿易呀 杨姨离开后 那句 我想嫁点阿易呀 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回响 说来可笑 我认认真真的 审视一遍自己 我翻出了 这些年所有的存款 那一刻我甚至想 如果许一需要 我会义无反顾地 把这些钱全部给她 可杯水车薪 哪里帮得上忙 跟杨姨相比 我输得彻彻底底 夜色降临 我站在路边 吹着冷风 掏出手机响了许久 最终拨通了许一的手机 想我了 她的声音在那头响起时 我的鼻头瞬间就酸了 我忍了又忍 才把泪水憋回去 我问 你的小明是阿易吗 她顿了一下 你听谁说的 杨盈 说出这个名字后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许一 你以后会跟她结婚吗 她的语气冷了下来 她跟你说什么了 那一刻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夜风中 我慢慢地蹲下身子 你在哪儿呢 我没有回答 告诉我好不好 她声音放软 胖胖 十分钟后 许一 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 她站在灯火通宁的地方 背负万家灯火 一步步地朝我走来 就好像这段时间 她从遥不可及的地方 一步步地走进我的生活 一点点地占据我的心间 强烈的情感在心底叫嚣 我丝毫不想放弃面前的这个男人 我望着她哽咽道 许一 我也有一些存款 虽然不多 但我都拿给你 你能能 能能不要跟杨英结婚 她的脚步顿住片刻 而后阔步走来猛地抱住我 在一起后我们曾拥抱过许多次 可从未有哪次像现在一样 温暖 热烈 好似一生都不会放手 我是小白脸吗 许一突然开口 我一愣 什么 谁给的钱多就跟谁结婚 当许一的脸 跟小白脸这个词从合 我突然有点想笑 但在这种酸涩的气氛 和她严肃的表情下 显然是并不合适的 她轻轻地捏我的腰 跟你说不可能了 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 谁给再多我都不会走 那杨英呢 她说他们家是你的心投资人之一 她要嫁给你 吓胖胖 许一的语气突然有些严肃 都是签了合同的正经投资 她一个一想天开的大小节 自以为是 你这么多年的半夜白上了 我莫名地松了口气 却还是扁嘴 你凶我 许一愣 我不管 你就是凶我 我故意扭头不理她 明明就是你牺牲了自己的色相 许一半天没说话 最后突然拉着我往车上走 我吓了一跳 干嘛 走 她头也不回 带你去个地方 许一带我去的地方 是杨英家的大别墅 我跟在许一身后 手脚无措 如果我知道她带我来的是这里 我必然不可能同意 她跟杨英的父亲寒暄一番 然后突然转向我 这是我的未婚妻 夏琳 我一愣 我什么时候成她的未婚妻了 杨英的父亲 没有任何情绪浮动 只是顺着许一夸赞了我一番 弄得我有些不好意思 两人的谈话内容非常公事公办 丝毫没有牵扯私人情感 直到最后 许一才提起杨英 杨伯伯 你也知道一直以来 杨英与我比较亲近 但我现在有了未婚妻 所以 我明白了 我会跟她说 让她注意分寸 那就好 许一起身 带我走出了院子 她偏头问我 这下你相信我了吗 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 在身后叫许一的名字 寻声回头 正是气喘吁吁地 追上来的杨英 我不知该如何处理这种场面 下意识地看向许一 谁知她眉头一挑 你来得正好 阿姨 你 杨小姐 许一打断她 牵起我的手 这是我的未婚妻 以后 请你不要这样叫我 也不要来打扰我们 生意是生意 感情是感情 我希望你能分清 说完 许一拉着我转身离开 许一 杨英在身后叫住她 她什么都帮不了你 和她在一起 你不会幸福的 许一顿住脚步 用一种极为坚定的语气回对 对不起 我的幸福 是你贫瘠的思想想象不到的 那晚的夜风很凉 却带着淡淡的桂花香 许一用力地牵着我的手 将我护在身后 好似替我挡下了这世间所有的风雨 月光下 我们阔不向前 我知道 未来还有许多荆棘 可握紧她的手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就像那一夜 她在桂花树前落下的那一吻 她说 胖胖 前方还要翻山越岭 但我答应你 这辈子我都不会放开你的手 你看我们千里迢迢 跋山涉水 终于在落荫缤纷 芳草鲜美之日 处处相遇 真好 许一番外 关于喜欢这件小事 这天上班前 夏胖胖破天荒地帮我系了领带 直到我出门 她的视线都放在我身上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笑了下 朝她招招手 她跑过来 我用力地揉了揉她的发顶 我笑问 想说什么 许一 她声音软软的 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都没有说过 你是怎么喜欢上我的 原来是这件事 我看着她 那这么久 怎么都没提过 还不是等你主动说 她扁嘴 谁知道你提都不提 我捏捏她的脸颊 无奈地摇头 等晚上回来跟你说 她眼睛一下就亮了 抱着我猛地亲了一口 一言为定 整整一天 空闲时 我都在神游 沉浸在从前的场景 思考着该从哪里开始 讲述这个故事 办公桌上摆着我和夏琳的合照 以及很多年前 我跟母亲的合照 在我拿到证据 要求父亲撤掉一切 搅黄公司投资的行为 并且拿到新的投资后 我回到公司 一切从头开始 我带着夏琳 住回人畜 生活渐渐地回轨 触敌反弹 苦尽甘来 某些瞬间 也会觉得不太真实 比如每次出差回来 夏琳笑着 奔向我的时候 比如她做错事 惹我生气 撒娇叫我老公的时候 我喜欢在她睡着后 盯着她的睡颜许久 然后一遍遍地描摹那个 留在我脑海中的她的模样 这个女孩真的属于我了 在我跌落低谷时 她是唯一一个陪在我身边的人 何其有幸 我是一个不太会情绪外露的人 母亲久卧病床 父亲冷漠严苛 很小的时候 我就被夸成熟稳重 可只有我知道 这种成熟稳重 不过是将情绪压抑到极致的结果 压抑久了 笑容变成礼貌的面具 眼泪更是在我的字典中 查无此次 后来母亲去世 我与父亲彻底地闹翻 从头开始我自己的事业 我到底是年轻 一切蒸蒸日上时 公司出现了无法挽回的危机 不过这应当是老天给我的机会 我因此走进了夏琳的世界 和她开始了一段崭新的 我从未体验过的生活 晚上下班后 我买了一束玫瑰 夏琳开门时 嘴里还在抱怨着我 怎么回来这么晚 转身之际 我从背后举起那束玫瑰 她的声音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眼里的惊喜 她真的是一个很单纯 很容易满足的姑娘 一束花 一句情话 一个清晨的吻 就能换来她眼底掩饰不住的欢喜 她说她不喜欢嘈杂 宏大的浪漫 而是偏好两人依偎一起的温暖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小盒子 看着她捧着玫瑰 寻找花瓶的背影 轻轻地笑了起来 或许今天就是个好日子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夏琳 是在大学校园里 那时我大四 跟父亲闹得很不愉快 创业的事也忙得焦头烂额 成日里都不在学校 有次回学校办事 已经是晚上了 我没来得及换衣服 一身正装踏进了校园 那天可能是情绪压抑到了顶点 办完事我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走到操场 沿着塑胶跑道一圈一圈 漫无目的地走 夜晚有些凉 操场没几个人 我一身正装地突兀到 也没人注意 不过有个小姑娘注意到了 她跟在我身后不远的位置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不由地多看了她两眼 最后她终于追上来 小声地问我 大叔 你生事心情不好 我愣了一下 然后回过头 四目相对时 她突然晋升 然后连忙改口 对不起哥哥 我刚刚没看清你的脸 她低着头 耳间变得通红 烦躁在这一刻 突然眼气息鼓 她应该是大义心声 脸颊圆润 眼神里还 带着高中生的青涩 稚嫩 我问 为什么这么觉得 她抿了下嘴唇 因为你刚刚走得很快 比我跑得还快 我吃笑一声 竟然鲜少地说起了玩笑话 难道不是因为 我的腿比较长吗 话音刚落 她的脸更红了 憋了半天点了点头 没错 而且哥哥长得也很好看 我微微一愣 随后无奈地笑了笑 我说 我大四还没毕业 你应该叫我学长 她挠挠头 不敢与我对视 学长好 我觉得这小姑娘蛮有意思 想与她聊点别的 她突然一个鞠躬 学长再见 然后陶冶似的 飞奔出了操场 我望着她跑走的背影 摇了摇头 正准备离开 猛地看到地上有张校园卡 我俯身捡起 卡上的照片 正是刚刚那个脸颊通红的小姑娘 姓名夏琳 估计她等会儿会回来找卡 我就没着急离开 站在寒凉的夜风里 等她回来 结果等了许久 也不见她的身影 我自嘲地笑了笑 算了 明天交到保卫醋吧 那晚 我久违地在宿舍过了一晚 第二天去食堂吃午饭时 我又碰见了夏琳 不知道是因为昨晚太黑 还是我换了变装 一面相逢时 她竟然没有认出我 视线没在我身上停留一秒 我莫名地有些挫败 不过我发现 她脖子上挂了一张新的校园卡 补办的话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卡 还是说她之前就有两张 后来我试着 刷了一下叫学楼的门禁 果然是一张失效的卡 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 我留下了这张校园卡 并且一流就是好些年 每次看到照片里 这个笑得甜甜的姑娘 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平和 这个世界上 笑起来好看的人有许多许多 可她是第一个 给我这种感觉的人 真的很奇妙 后来许多年里 我都没再见过她 直到公司招聘 我拿到一达办公室 助理候选人的简历 其实那天我忙得焦头烂额 但还是亲自审查了简历 不过我应该庆幸 因为我在这些简历里 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她的面庞成熟了许多 眉眼也上了淡妆 唯一不变的 依然是她甜甜的笑容 我的手指划过夏琳两个字 轻轻地敲了敲简历 就她吧 这么多年过去 夏琳果然已经不记得我了 让我有些失望的是 她看我的眼神 变得和许多女人一样 那种单纯 青涩的感觉 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收起对她的滤镜 打定主意做一个公事公办的上司 其实夏琳不算一个很好的下属 做事没经验 还有些毛手毛脚 整体上也算合格 但我仍是对她比较严格 只是她有些倒霉 刚外没多久 公司就破产了 她收拾东西离开那天 特意跑到我面前 语重心长地说 老板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东山再起的 东山再起啊 恐怕是有些困难了 我和夏琳 或许真的有着奇妙的缘分 在我身无分文时 我和她竟然成了合租室友 还是每天坐在一起吃饭的那种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她愿意拉着我去卖花 我想我之前可能误会她了 这么多年她并没有变 骑电车在她回去的路上 夜风拂面而过 我恍惚间想起了多年前 在操场的那个夜晚 她站在路灯下 轻声地问 大叔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其实我也说不清 是在哪个瞬间喜欢上了夏琳 我一直觉得 喜欢是一个不断叠加的漫长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中 她从未缺席 在送出那束玫瑰花后 我带着夏琳登上顶楼的阳台 她不解地问我怎么了 我轻轻地笑了笑 然后说 你看 巨大的烟花 骤然炸亮夜空 无数火花绚烂夺目 映在夏琳漆黑 清澈的眼底 她亚然 劝烈地望向我 这是你准备的 我笑着点点头 然后按照之前数次排演的动作 单膝跪地 举起手中的颈盒 她捂住嘴 露出的一双眼眸 泛着泪光 我望着她 无比郑重地说出了那句话 夏琳 嫁给我吧 我一定会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